海贼王漫画897话更新后 内容算是过度的一画 但可圈可点之处还是有很多的 也印证了之前分析一再强调的 杰尔玛66肯定是会登场 帮助草猫一伙的助力 首先第一点 贝克穆斯会不会有事呢 被捂住眼睛 从月光狮子状态恢复了后就龟缩了 但是就巧克力岛上这群阿猫阿狗 估计还是打不破贵贵果实的防御 关于杰尔玛66 他们为何来得这么晚呢 因为他们是蜗牛舰队啊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刚刚好能赶上最后一场战斗 四姐弟的实力其实并不强 一二四制三位与三制实力相比略弱 灵结主要靠特殊能力战斗 体数要更弱一些 当然了帮手越多越好 布林一整化都没有出现 但还是发现布林有一招 对付霍米兹比较有用 仍然没有交代布林上话的最后请求 是什么 但相信布林不会就这么结束掉自己的出场 这最后的逃跑一战 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啊 按理说只要四姐弟能拖住一段时间 山智带着陆飞 上船跑掉就好了 恋战无异 最后斯木吉率领的舰队还在后方追击 小编一直在想 太阳海贼团这件家伙 除了解决掉领地的海牛以外 还能起电什么作用呢 那么希望他们能帮忙从水下拖住穆斯 希望他们能帮忙从水下拖住穆斯基的战队 总之这个篇章应该要900话之前结束 赶紧到世界会议上看看吧